施坦威钢琴是每个钢琴家的梦想,也是95%以上独奏艺术家的首选。 除了经典优雅的黑木琴声,施坦威限定版及特别版系列都能完美传达出您的独特个性和品味。 165年来,施坦威征服了无数钢琴演奏家,全球全施坦威学校也超过200所。 正因如此,施坦威钢琴也成为朗朗、王宇佳和张浩晨等顶级钢琴家演出的唯一选择。 温哥华资深华人时事评论员马在新表示,新民主党此刻提前省选,一方面是看到民调支持率大幅领先反对党自由党,而且包括自由党和绿党在内的其他政党都准备不足。 另一方面也是害怕按原计划时间选举丧失优势。 第二波疫情又来了,这个BC省也连续出现很多新的感染源,老百姓对省政府的怨言也出来了。 再加上公共治安不是太好,还有实际上经济也受很大影响,NDP着急了。 如果任凭他这样走,那么再过几个月,可能这个以前最高的民调现在呱呱呱就下去了,很容易下去。 马在新指出,新民主党一意孤行在疫情反弹时进行选举可能适得其反。 而这选民觉得这个时候你不集中精力去防止第二波疫情的扩散,你反而为了你们党的利益急于来搞这个省选。 民调机构Research Co.总裁Mario Conseco认为,受到疫情影响,这届省选很可能投票率不高,这样当选的省政府很难说有足够代表性。 如果我们在一个状态,当选择的认识是很低的,因为没有人在闭上你的门,没有人在闭上说话,人们在去办公室和谈谈政策,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个比较低的转据,但如果只有40%的人在选择,是否真的会是国际的代表? 凤凰卫视苏惠文,温哥华报道。